嘉欣旧社位在玉山国家公园东部园区内的 拉库拉库西下游黄麻山北坡 是浊西乡布农族人的传统领域 这次举行开工典礼地点是位在 伊塔西巴家族附属屋的遗址周边 从瓦拉米布到登山口步行大约要两个小时路程 浊西村的村长和旧社后一 也一大早上山参与开工仪式 在花莲县文化局 责任公司以及布农族人相互引领共同协作之下 预计今年7月修复完成一栋布农族伊斯塔西巴家族附属石板屋 一座竹工僚清整石板工作平台 农座工僚移构重现一段布农族人体认山林资源互动与智慧的首座生活布景 这个计划是延续了107年 伊斯塔西巴的石板屋的重建 今年的这个计划主要是希望重新呈现我们布农族在山林里面的这一些他的生活智慧 包括家屋、户属屋、耕地 然后随着耕地的拓展会有些工僚的一个方式 那他怎么去呈现还有布农族他如何借由我们刚刚走下来这一条路 我们从这边走下来这一条路 周边有些他们跟植物跟动物 还有大地互动的这些智慧 计划期间建构执行场域的在地解说资源 以及进行卓西乡布农族生活领域的导览解说人员培训工方 以重新连结移住平地后的族人与祖居地间的文化替代关系 发掘并且传递百年前族人生存在山林西建中累积 发展的身体经验以及生活实践等有形无形的文化资产 我们未来还会再办一个这个导览解说的一个工作坊 希望把刚刚讲的这种布农族在山里面跟土地互动 跟大自然植物动物甚至家屋 附属屋 工僚 步道的这个关系 希望人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坊里面被呈现 那我们很重要的是因为找到了一个人带领我们的导览发法 来把这个传统这个藤榜的这个方式把它做起来 文化局表示历经80多年记载 布农族人在山林生活 营建记忆以及社群记忆已经呈现文化断旦 期盼借这一次的修复计划 为加新布农族石板屋文化复赠与山林智慧的传注入永续的生命力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